Excel的所有动作,其实主要就是利用VBA里面的物件 那物件我刚刚提到就是从Excel这个城市开发领域参考里面的物件模型参考 是这些啦,蛮多的一堆 不过不是每一个一定当然你都一定会用到啦 当然你需要的时候你再去找出来那个物件 你每个功能对应到的物件它都会显示出来 那另外就是说呢,当然有些物件如果不了解的话 其实用录制巨集有时候会显示出来 它会告诉你用哪个物件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刚刚我们用到Application物件 那Application物件里面能做什么? 其实就是物件成员 那你点击它一定有方法 OK,就底下这些方法可以做什么 属性的话呢,就是设定它一些相关的状态 那其中的话呢,当然你可以看一下啦 当然Application值的就是Excel 所以你会发现它这个代表整个Excel的应用程式 那能够做什么呢,其实主要你会发现这底下都有相关说明 比如说其中常用的像是什么 比如说我要像之前有同学说 怎么样传递一些组合件给那个什么啦 给应用程,给Excel啦 也许你要send一些指令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send keys 或者是说呢 还有同学问他说 可不可以什么时间 一段时间怎么样 自动呢 特定的时间发生的时候呢 自动去处理 是执行某一个程序 比如说呢 你可以像闹钟一样 每天的几点几分 去做 去执行哪一个程序 OK 就有点像 时间到了就做 时间到就做 不过前提是什么 你的 之前的同学问过说 老师那Excel要不要打开 还有同学问过说 老师那电脑要不要打开 当然要啊 因为呢 它一定要执行 而且电脑一定要开着啦 然后Excel也一定要开着 如果没开着 当然不能执行 如果有开着 那你去执行 On time的这个方法的话 它就会有点像闹钟 几点几分去帮你处理 去执行那一个程序 所以如果 比如你每天几点几分几秒 要自动怎么样 自动帮你把 那个一个工作部里面的 所有工作表 自动分开来 寄给每一个人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刚刚讲的动作 就可以利用On time的方式来处理 另外除了说呢 可以用闹钟 类似闹钟的话 它也可以什么 每隔几秒钟 去做一次执行这个程序 那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其实底下都有相关的范例 有没有 这边有个什么呢 Application.on time 现在的时间加上time value time value 这个地方value指的是15秒 15秒钟之后呢 逗点 这后面有个my procedure 这个指的就是说 你的那个sub名称 那像我们刚刚那个sub名称 要资料剖析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资料剖析 刷引号 那它就会每隔15秒钟 去帮你做资料剖析 大家未来也许你可以做复杂一点的事情 或者是说呢 几点几分几秒等等的 这个当然我们 不过如果说你要时间这个地方每鸡 5点钟去执行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time value 可以给它什么5点钟的完整的时间 它就5点就帮你做一次 5点就帮你做一次 那application物件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其他还有像什么呢 之前还有同学问到 就说 怎么样让exale 就是说 让程式跑慢一点 其实在这里的话 你会发现 在application里面有个wait 意思是什么 你可以让程式停一下 就像它之前 同学遇到的问题是说 它因为它自动 自动一直不断的是寄发mail 用outlook物件 呼叫outlook物件 去在VBA里面发信件 自动夹带工作表给很多人 但是呢 因为呢 它的程式太快了 一下全部都寄完了 那这样子的话 那个email伺服器 会误认为它是病毒 不然的话怎么会这么快 一般人按一下 可能几秒钟之后 才会寄下一封信 所以它就问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程式跑慢一点 其实答案就在这里 有没有 application点wait程 那wait程你可以告诉他说 等多久 等十秒钟的话 就是在这边写 其实就是这一段程式 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你就把这个程式复制贴过去 它这个贴到 你指定的那个地方 它就会停个十秒钟 但未来如果说 如果你希望停三十秒的话 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把这一段程式 把这个数字改成三十 那它就会怎么样 帮你让程式跑慢一点 诸如此类的 其实我这边举个例子 就是说 在Excel VBA里面 很多地方都是透过物件 可以做控制 你只要知道那个物件名称 那你就可以对应的 去找到它的成员 属性跟方法 那这些所谓的属性跟方法 就是呢 这个物件 它能做什么 就是这些 那如果没有出现的 那表示它不能做 因为这个就是韩式库的概念 它是已经预先写好的东西给你了 那如果没有 你可能要找其他的方式 就这些而已 OK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概讲一下 有关那个 FK的物件的大概概要 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8这个数字 变成一个什么呢 不是固定的 而是借由什么呢 我去侦测 侦测什么呢 侦测那个我的 假设啦 这边就是侦测A栏 的最下面列 因为我们组一定 栏位里面一定会有 主Key嘛 Primary Key 一定是要有资料的 那你要侦测一定要有资料 你不能中间空一个 你去侦测那个中间 后空下来 那它会卡住 那这个所谓的侦测用的功能 类似像 我们游标放在这边 Ctrl向下 有没有 它会停在哪里呢 停在 这个范围的 最下面 OK 那Ctrl向右 这个范围的最右 有没有 上下左右 那其实呢 这个对应到 Excel的VBA 其实就是什么 撰写 1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写的方法 我在那个 我要侦测的 这个 上面一栏 空一栏 那栏 上面的话 我增加一个变数 叫R R等于什么呢 从 我哪一个储存格呢 比如说我从Range 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呢 A1的这个储存格 我从A1储存格向下追踪 Ctrl向下 那Ctrl向下呢 在Excel VBA里面就是And 前刮弧呢 会跳出那个上下左右 And 然后呢 我就抓到向下 再一个后刮弧 点什么呢 点Row Row的话呢 指的就是哪一列 OK 意思就是说呢 我Ctrl向下之后 请你把现在所在的 那个位置的列 帮我返还回来 给这个R 所以它会 程式会这样起来 就是会把这个 追踪到的这个结果 丢到R 意思就是11 会丢到R里面 所以这边的话会是11 那11的话 我怎么把这个8 给改成11呢 那当然你不能直接 把R放在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R是一个变数 你如果要把R放在 跟字串 串接的话 那会有固定的规则 1 把8给删掉 2的话呢 请你 如果说你要串接一个某个变数的话 一定要用串接符号 And 控一格 那And前后一定要控格 那再把什么呢 这个变数呢 放在后面就可以了 那 它的逻辑是这样 它会把那个 追踪到的这个列 第11 它会是个数字 11 放在R里面 所以R是个变数 那变数呢 在VBA里面 它不需要要宣告 直接就可以用了 OK 当然你如果要宣告 OK啦 不过我的习惯是 反正不宣告都可以用 那就不宣告了 然后呢 我把11放进来之后的话 未来如果你要串接 R的话 它遇到一个And符号 And符号是自串跟自串串接的一个符号 那可是后面的话呢 是一个数字 11的话 那你如果放在And的后面 它会自动帮你把11 先转成什么 11的自串 再放到这边 所以它放到这边的话 就变成11的自串 然后再跟什么 跟前面的串 对吧 B2冒号 再串一个11进来 就变B11了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自动呢 就可以侦测到我们要的下面的讯息了 那底下也是一样 我如果把这一行 这个可以直接拉 Ctrl 键按住吧 那就复制同一行到底下 把这边也一样改成什么 范围一样改成And 空一个R OK 那其实像底下这一行 Select 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其实这样写 我觉得有点太麻烦了 一般习惯是怎样 干脆就直接把它变同一行就好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动作 产生的选取物件 所以通常其实 这个可以怎么样 把它删掉 直接这样就可以了 不需要Select 再Selection 直接把那个后面这个动作放后面 或者你打完 点下去也可以吧 一样有没有 这边Clear Content 直接怎么样呢 指定这个范围做清除就好了 不用在选取 在针对那个选取区做删除 你干脆直接把那个范围删除就好了嘛 所以这样会比较直接 好那做完之后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部分的话呢 当然如果你不确定 你可以在这边设中断点 我把它按下去 你会把它停在这里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 游标放在前面 它会告诉你 11有没有 那11的话呢 你可以按F8 它会把这个11的值 后面东西丢到前面 所以R现在也变11了 那再把11放在这边来 跟前面串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把它执行 执行切割 有没有 这样没问题 True 好那清除的话 基本上 一样 执行的话 那当然 一样它会抓到 现在下面的列 然后一样子 把资料清空 这样OK了 中断点可以拿掉 如果你确定OK的话 那这个地方 大家直接按下去 它就自动OK了 那当然如果你未来 变更好了 又变回来 你会发现 它就不会往下 它会自动抓到 OK 所以刚刚的部分的话 主要 我们是利用什么 利用追踪的这个技巧 那这个在前一个阶段 入门班 其实也讲的蛮多了 所以这个我想 可能要熟悉 很重要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利用自动追踪 到那个最下面列 把追踪的结果返还 这个方法可以用到很多地方上面 反正你只要一个范围里面 只要是不确定哪一列的话 通通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尤其是将来你用录制聚齐 录完之后 那个范围 它只会给你固定的范围 如果你固定范围 那就会有错了 所以未来 如果常常遇到的就是 那个范围的最下面一列 假如要变动的话 那可以用个R来代替 然后把F-B带来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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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